女生们记得把头发绑起来 不然的话这里疯很大 头发会乱坠 拍照就不好看 还有就是女生不要穿裙子 其实很会飞的那种裙子 No no 最好是穿裤子 不然你们会走光 今天要带大家跟我一起去欣赏 位于泰国高阔的三层风力发电厂 这个风力发电厂 位于泰国北部和曼谷的中间 一个叫高阔的地区 高阔位于Penchebank府 如果开车从曼谷来到这里 是需要大约五个小时半的车程 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个有风车的地方 也是在高阔 这算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这里很凉 有必要的话大家要带冷饮 想要进入风力发电厂的最深处 非常建议大家乘坐这种游览车 一个人的收费是60泰铢 如果你来到这里 刚好碰上草莓收成的话 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 买到新鲜采摘的草莓哦 高阔是泰国著名的山城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地势高加上风力强 这里就有了先天的绝佳优势 设立风力发电厂 这个风力发电厂 位于海拔1050米处 是由24台风车组成的 每台风车高110米 风车对环境不会产生太大的噪音污染 这里每一台风车的噪音都低于50分贝 为该省每年提供60兆瓦的电力 约占总需求的20% 游览车把我们载到风车发电厂的深处 这里可以比较近距离的看到发电风车 而且还有两个千秋 对岸还有漂亮的山景 这里越晚越冷哦 越来越冷了真的是 每个人都很后悔没有太冷遗散了 不过这个也是为什么 那个靠过这里呢 会有那个风车的那个发电站 因为这里的风很大 这个风力发电厂是我个人认为来靠扣 绝对不能够错过的景点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我有新的影片上传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鼓励我 你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nstagram追踪我 我会继续分享有用的旅游资讯 在这里观看我影片的朋友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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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